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第一章甜言蜜语心灵按摩 第一章甜言蜜语心灵按摩 各位同学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课程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甜言蜜语心灵按摩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情感咨询课 别急咱们可是要从历史心理学和文化的角度来深入剖析这个话题 首先什么是甜言蜜语 简单来说就是那些让人听了心里暖洋洋的话 你可能会想这不就是哄人开心吗 没错但这背后可是有大学问的 让我们先穿越回古代 古人早就懂得甜言蜜语的力量 比如唐代诗人李白 他的诗句云响一长花响容 春风拂见露花浓 这可是对杨贵妃的甜言蜜语呀 你想想杨贵妃听了这话 心里能不美滋滋的吗 这不仅是对美貌的赞美 更是一种心灵的按摩 让人感到被重视和真爱 再说说心理学 心理学家早就发现甜言蜜语 能激发大脑中的多巴胺 这是一种让人感到快乐的化学物质 你有没有发现 当你听到别人夸奖你时 心情会瞬间变好 这就是多巴胺在作祟 所以甜言蜜语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好听 它实际上在生理上 也对我们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当然甜言蜜语也有它的黑暗面 有些人可能会利用甜言蜜语 来达到某种目的 比如说服你做一些 你不愿意做的事情 这时候我们就要有一双慧眼 辨别出哪些是真心的 哪些是别有用心的 说到这里 我想起一个有趣的故事 话说有一位古代的官员 他特别擅长甜言蜜语 有一天 他去拜访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 老先生的家里 有一只非常漂亮的鹦鹉 官员一见到鹦鹉 就开始夸奖 哇 这只鹦鹉真是太美了 羽毛光泽 圣鱼月儿 简直是天下无双 老先生听了 微微一笑 说 这只鹦鹉是我养的 但他从不说甜言蜜语 官员顿时脸红了 明白了老先生的用意 所以 同学们 甜言蜜语固然好 但也要看场合 看对象 用得好 它是心灵的按摩 用得不好 它可能就变成了虚伪的面具 好了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在生活中 能善用甜言蜜语 给自己和他人 带来更多的快乐和温暖 下课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哎 你知道吗 你的笑容像阳光 温暖又明亮 哈哈 这句话真是让人心情愉快呀 你的笑容像阳光 温暖又明亮 这句话 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赞美 更是充满了 失忆和情感的表达 让我们来深入探讨一下 这句话的内涵 和背后的故事吧 首先 笑容被比喻成阳光 这是一个非常常见 但又非常有效的比喻 阳光象征着温暖 光明和希望 而笑容则是人类情感中 最纯粹和美好的表现之一 当我们说 一个人的笑容像阳光 实际上是在说 这个人的笑容 能够带给我们温暖和快乐 就像阳光能够去散阴霾一样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 有趣的历史故事 据说在古罗马时期 有一位名叫马可 奥勒流的皇帝 他以智慧和仁慈著称 有一天 他在宫廷花园中散步 遇到了一位正在工作的园丁 这位园丁虽然地位卑微 但他总是面带微笑 无论是面对炎热的阳光 还是寒冷的风雨 马可 奥勒流被这位园丁的笑容深深打动 于是他问道 为什么你总是这么快乐呢 园丁回答说 陛下 因为我知道 无论生活多么艰难 只要我能够微笑 我就能够带给自己和他人 一丝温暖和希望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笑容的力量是无穷的 无论我们身处何种境地 只要我们能够保持微笑 就能够像阳光一样 温暖自己 也温暖他人 所以 当有人告诉你 你的笑容像阳光 温暖又明亮时 不仅仅是在赞美你的外表 更是在赞美你内心的那份温暖和善良 这是一种非常高的赞美 值得我们珍惜和回应 最后 让我们以一个幽默的小结尾 来结束这次的分享吧 如果你的笑容真的像阳光 那么 请记得戴上墨镜 因为你可能会闪下别人的眼镜 哈哈 希望这次的分享 能够让你对这句话 有更深的理解 也希望你能够继续保持 那温暖又明亮的笑容 照亮你和他人的生活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B 那我以后天天对你笑 让你天天阳光灿烂 这句话那我以后天天对你笑 让你天天阳光灿烂 听起来既温暖 又充满了甜蜜的情感 让人不禁会心一笑 让我们从几个角度 来深入探讨这句话的妙处 首先 从语言的角度来看 这句话运用了笑和阳光 这两个充满正能量的词汇 笑容是人类最自然 最具感染力的表情之一 能够传递快乐和友善 而阳光灿烂则是一种比喻 形象地表达了心情愉快 生活美好的状态 这种比喻手法 让人感觉到一种温暖的力量 彭扶对方的笑容 真的能够驱散生活中的阴霾 其次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这句话反映了 人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原则 积极的情感交流 能够增进彼此的关系 当一个人经常对你微笑 这不仅仅是一种礼貌 更是一种情感上的支持和鼓励 心理学研究表明 微笑具有传染性 看到别人微笑 我们也更容易感到快乐 因此 这句话中的承诺 实际上是一种情感上的投资 期望通过自己的微笑 来提升对方的幸福感 再来 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来看 微笑在不同文化中 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古代 孔子曾说过色男 意思是 保持和善的面色并不容易 但这却是君子应该具备的美德之一 而在西方文化中 微笑同样被视为友善和礼貌的象征 这句话中的天天对你笑 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情感表达 更是一种文化上的共鸣 最后 让我们来讲一个有趣的小故事 来结束这次的分享 有一位古代的哲学家 他每天早晨都会站在家门口 对着路过的每一个人微笑 有人问他 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回答说 因为我相信 每一个微笑都是一颗种子 总有一天会在某个人的心中开花结果 这位哲学家的行为 或许有些理想化 但却道出了微笑的力量和意义 总结来说 这句话那我以后天天对你笑 让你天天阳光灿烂 不仅仅是一句甜言蜜语 更是一种情感的承诺和文化的传承 希望大家在生活中也能多多微笑 让自己和身边的人 都能感受到阳光的温暖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你就是我的小太阳 温暖又耀眼 哈哈 这句话你就是我的小太阳 温暖又耀眼 真是甜得让人牙疼啊 不过 这句话其实蕴含了不少有趣的文化和科学背景 让我们来深入探讨一下 首先 从科学角度来看 太阳是我们太阳系的中心 提供了地球上所有生命所需的能量 太阳的光和热是地球上生物生存的基础 没有太阳 我们的星球将会是一片冰冷的荒原 所以 当有人说你就是我的小太阳 这其实是在说 对方对自己生活的重要性 庞附没有对方 生活就会失去光彩和温暖 再来 从文化角度来看 太阳在许多文化中都是力量 生命和希望的象征 例如 在古埃及 太阳神拉 RA 是最重要的神奇之一 代表了创造和生命的源泉 在中国文化中 太阳也常被用来象征光明和希望 像是蓄日东升这个成语 就代表了新的开始和无限的希望 有趣的是 这句话也可以引发一些幽默的联想 比如说 如果你真的把对方当成太阳 那么你可能需要一副很好的太阳眼镜 否则耀眼的光芒可能会让你睁不开眼睛 或者你可以开玩笑的说 你就是我的小太阳 但请不要太靠近 否则我会被晒伤 总的来说 这句话不仅甜蜜 还充满了深意和文化背景 无论是从科学还是文化的角度来看 这都是一个非常有趣且富有意义的比喻 希望这些见解能让你对这句话有更深的理解 也能在未来的对话中增添一些趣味和深度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B 那你就是我的小向日葵 永远向着我 哈哈 这句话那你就是我的小向日葵 永远向着我 真是既甜蜜又有趣 让我们从多个角度来解读这句话 看看它背后的深意和趣味 首先从植物学的角度来看 向日葵 Helianthus Annus 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特性 那就是 它的花盘会随着太阳的移动而转动 这种现象被称为相光性 年轻的向日葵 在白天会随着太阳的轨迹 从东向西转动 到了晚上又会回到东方 准备迎接新一天的太阳 这种现象在植物学上被称为日洲运动 不过 当向日葵成熟后 它们的花盘就会固定朝向东方 不再随太阳转动 从这个角度来看 说你是我的小向日葵 永远向着我其实是非常浪漫的 这意味着 对方像年轻的向日葵一样 无论你走到哪里 他 他都会追随着你 始终如一地注视着你 这是一种非常深情的表达 再来 从文学和艺术的角度来看 向日葵常常被用来象征忠诚 热情和希望 文森特 范高的 向日葵系列画作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些画作充满了生命力和热情 象征着对生活的热爱 和对未来的希望 因此 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 对方对你充满了热情和希望 愿意永远陪伴在你身边 最后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这句话也反映了一种依赖和安全感 向日葵总是向着太阳 因为太阳是他们生长的能量来源 同样的 说你是我的小向日葵 永远向着我也可以理解为 对方把你当作他 他的精神支柱和依靠 从你这里获得力量和安全感 总结来说 这句话不仅仅是一句甜言蜜语 它背后蕴含了深厚的情感 和多层次的意义 无论是从植物学 文学艺术 还是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这都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情感表达 希望大家在生活中 也能找到那个 愿意永远象征你的人 成为彼此的小向日葵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第二章 小动作 大情谊 第二章 小动作 大情谊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个 看似微不足道 实则意义深远的主题 小动作 大情谊 这个章节的核心在于 生活中的小动作 如何传递出深厚的情感和关怀 让我们从几个有趣的故事 和深入的见解来解读这个主题 首先 让我们回到古代中国 看看一个关于茶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 茶在中国文化中 有着重要的地位 据说 唐代有一位名叫陆宇的茶圣 他写了一本茶经 详细记录了茶的种植 制作和评饮方法 有一次 陆宇去拜访一位朋友 朋友亲自为他泡了一壶茶 陆宇喝了一口 微微一笑 说道 这茶真是好茶 朋友听了 心中大喜 因为他知道 陆宇这句话背后 包含了对他用心泡茶的认可和感激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泡茶这个小动作 蕴含了对朋友的尊重和关爱 陆宇的微笑 和一句简单的赞美 则是对这份情义的回应 这就是小动作 大情义的最佳诠释 再来 我们看看现代社会中的一个例子 大家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在寒冷的冬天 当你回到家 发现桌上有一杯热腾腾的姜茶 这时你会感到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这杯姜茶 或许只是家人或朋友的一个小小举动 但它传递出的关怀和爱意 却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 这里 我们可以引申出一个有趣的观点 小动作不仅仅是行为本身 更是情感的载体 就像那杯姜茶 它不仅仅是屈寒的饮品 更是家人或朋友 对你健康的关心和爱护 最后 我们来谈谈一个有趣的心理学现象 微表情 微表情是指人们 在情绪波动时 脸部肌肉不自觉地做出的细微变化 这些微表情 往往只有几分之一秒 但却能透露出真实的情感 比如 当你看到一个人微微皱眉 你可能会意识到 他在担心什么 当你看到一个人嘴角上扬 你会感受到他的喜悦 这些微表情 虽然是无意识的小动作 但却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人的情感 增进彼此之间的情感联系 这也是小动作 大情义的一种体现 总结来说 小动作 大情义这个章节告诉我们 生活中的每一个小动作 都有可能传递出深厚的情感和关怀 无论是古代的泡茶 现代的僵茶 还是微表情 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 都是我们理解和表达情感的重要方式 所以 同学们 别小看那些微小的动作 因为它们 可能是你传递爱与关怀的最佳途径 记住 生活中的每一个小动作 都有可能成为大情义的载体 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中 多多留意这些小动作 让我们的世界 变得更加温暖和美好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你知道吗 你帮我拿包的样子 特别绅士 哈哈 这句话真是让人忍不住会心一笑啊 你知道吗 你帮我拿包的样子 特别绅士 这句话看似简单 却蕴含了许多有趣的文化和历史背景 首先 我们来看看 绅士这个词 绅士 Gentleman 一词源自中世纪的欧洲 最初是指那些拥有土地和财富的贵族阶层 随着时间的推移 绅士的定义逐渐演变 变成了指那些行为举止优雅 但人皆无有礼貌的男性 可以说 绅士不仅仅是一个身份象征 更是一种行为规范 那么 帮人拿包 为什么会被认为是绅士的行为呢 这其实与绅士文化中的礼仪密不可分 在传统的绅士文化中 男性被期望展示出对女性的尊重和关怀 帮女性拿包 开门 拉椅子等行为 都是绅士丰富的体现 这些行为不仅仅是出于礼貌 更是一种对女性的尊重和保护 不过 现代社会中 性别平等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 很多女性也不再需要男性的这些绅士行为 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因此 当有人说你帮我拿包的样子特别绅士时 更多的是一种幽默和调侃 对对方行为的赞赏和感激 说到这里 我想起一个有趣的故事 话说在19世纪的英国 有一位著名的绅士 名叫伯夫特公爵 Duke of Beaufort 有一次 他在街上看到一位女士 不小心掉了手帕 按照绅士的礼仪 他应该立刻上前捡起手帕 并递给那位女士 然而 伯夫特公爵却站在原地 微笑着对那位女士说 夫人 我非常愿意为您捡起手帕 但我更愿意看到 您自己捡起它 这句话既展示了她的幽默感 又巧妙地避免了可能的尴尬 所以 当你听到你帮我拿包的样子 特别绅士时 不妨微笑一下 接受这份赞美 毕竟 绅士风度不仅仅是行为 更是一种态度 一种对他人的尊重和关怀 希望 大家都能在日常生活中 展现出自己的绅士一面 无论性别如何 都能让这个世界 变得更加温暖和美好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毕 那我以后天天帮你拿包 让你天天感受绅士风度 哈哈 这句话真是充满了绅士风度和幽默感 让我们从几个角度来深入探讨一下 首先 从语言的角度来看 这句话中的天天一词 强调了频率和持续性 显示出说话者的决心和诚意 绅士风度 不仅仅是偶尔的礼貌行为 而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种习惯和态度 说话者愿意天天帮忙拿包 说明他愿意在日常生活中 持续地关心和照顾对方 这无疑是一种非常贴心的表现 其次 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来看 绅士风度 Gentlemanly Conduct 源自欧洲 特别是英国的贵族文化 绅士 Gentleman 一词最早出现在中世纪 指的是 有教养 有礼貌 懂得尊重他人的男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 绅士风度逐渐演变成一种社会规范 强调礼貌 尊重和体贴 帮忙拿包这种行为 正是绅士风度的具体体现之一 再者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帮助他人 是一种积极的社交行为 可以增强人际关系的亲密度和信任感 天天帮忙拿包 不仅可以让对方感受到关心和体贴 还可以通过这种小小的行为 逐渐建立起根深厚的情感纽带 最后 让我们来分享一个有趣的故事吧 在19世纪的英国 有一位著名的绅士 名叫伯夫特公爵 Duke of Beaufort 他以其无微不至的绅士风度而闻名 有一次 他和一位女士在街上散步 突然下起了大雨 伯夫特公爵立刻脱下自己的外套 盖在女士的头上 自己却灵的湿透 女士感动不已 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公爵微笑着回答 因为绅士的职责 就是让女士在任何情况下 都感到舒适和被尊重 所以 当我们听到那我以后 天天帮你拿包 让你天天感受绅士风度这句话时 不妨想象一下 这位现代绅士 正以伯夫特公爵的精神 努力在日常生活中 实践绅士风度 虽然时代在变 但关心和体贴他人的美德 却是永恒的 希望大家都能在生活中 遇到这样的绅士 或者自己成为这样的绅士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你就是我的小骑士 勇敢又体贴 哈哈 这句话你就是我的小骑士 勇敢又体贴 真是充满了浪漫和温馨的感觉 让我们来深入探讨一下 这句话的背后意涵 并分享一些有趣的故事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小骑士这个词 骑士这个形象 最早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欧洲 那时候的骑士 可是英雄的象征 他们穿着闪亮的盔甲 骑着高头大马 手持长枪和盾牌 保护着自己的领主和领地 骑士精神强调 勇气 荣誉 忠诚 和对弱者的保护 当你称某人为小骑士 这不仅仅是在赞美他们的勇敢 还是在赞美他们的体贴 和对他人的关爱 现在 让我们来讲一个有趣的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中世纪的某个小村庄里 在这个小村庄里 有一位年轻的男孩名叫艾德蒙 他从小就梦想成为一名骑士 但由于家境贫寒 他只能在村庄里帮忙放母 和做些杂活 有一天 村庄里来了一位老骑士 他因为年老体衰 决定在这里安度晚年 艾德蒙对这位老骑士充满了崇拜 经常去听他讲述过去的冒险故事 老骑士看出了艾德蒙的热情 决定教他一些基本的骑士技能 艾德蒙学得非常快 不仅掌握了剑术和骑马 还学会了如何在困难时刻 保持冷静和体贴他人 有一天 村庄遭遇了一群强盗的袭击 村民们惊慌失措 不知所措 就在这时 艾德蒙挺身而出 带领村民们组织起来 抵抗强盗的袭击 他的勇敢和智慧 会让强盗们最终撤退了 村民们对艾德蒙充满了感激 称他为我们的小骑士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勇敢和体贴 并不是只有那些 穿着盔甲的骑士 才能拥有的品质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 别人的小骑士 在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 保护和关爱他人 所以 当有人对你说 你就是我的小骑士 勇敢又体贴时 不妨微笑一下 接受这份赞美 并继续用你的勇气和体贴 去温暖身边的人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B 那你就是我的小公主 高贵又优雅 哈哈 这句话那你就是我的小公主 高贵又优雅 听起来真是甜蜜又浪漫 让人不禁想起 童话故事中的王子与公主 让我们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 来探讨一下 这句话的深意吧 首先 称呼某人为小公主 在不同文化中 都有其独特的遗憾 在西方文化中 公主通常象征着 纯洁 高贵和优雅 这些特质 在中世纪的欧洲宫廷中 尤为重要 因为公主们 不仅是王室的象征 也是政治联姻的重要棋子 想象一下 一位中世纪的骑士 对她的心上人说 你就是我的小公主 这不仅仅是爱的表白 更是一种 对她身份和地位的认可 在东方文化中 尤其是中国 公主的形象 也同样高贵 古代中国的公主 通常是皇帝的女儿 她们的婚姻 也常常是政治联姻的一部分 唐朝的文成公主 和松赞干部的故事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文成公主远嫁吐蕃 促进了汉藏文化的交流 想象一下 如果松赞干部 对文成公主说 你就是我的小公主 那可真是既浪漫 又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再来 这句话中的高贵 优优雅 更是点睛之笔 高贵和优雅 不仅仅是外在的表现 更是一种内在的修养 这让我想起了 法国的玛丽 安托瓦内特 她虽然在历史上 有些争议 但无疑是一位高贵 且优雅的女性 她的时尚品位 和生活方式 影响了整个欧洲的 贵族阶层 当有人称她为小公主时 那可真是名副其事 最后 让我们来点幽默的结尾吧 现代社会中 这句话可能更多的是 用来哄女朋友开心的 想象一下 一位男士 对她的女朋友说 那你就是我的小公主 高贵又优雅 女朋友可能会笑着回应 那你就是我的小骑士 勇敢又忠诚 这样的对话 不仅甜蜜 还充满了童话般的 浪漫情怀 总之 这句话不仅仅是 一句甜言蜜语 更是对对方身份 和特质的高度认可 无论是在历史上 还是现代 这样的称呼 都能让人感受到 满满的爱意和尊重 希望大家在生活中 也能找到属于 自己的小公主 或小骑士 共度美好时光 我们介绍一下 第三章 床头细语 心灵共振 第三章 床头细语 心灵共振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 第三章 床头细语 心灵共振 这个章节的标题 听起来就像是一部 浪漫电影的名字 不是吗 但实际上 它蕴含了深刻的人际关系 和心理学原理 首先 我们来解读一下 床头细语这个词 床头细语 顾名思义 就是在床头进行的低声交谈 为什么是床头呢 因为床头是一个非常私密 和放松的地方 在这个地方 人们往往会卸下白天的伪装 展现出最真实的自己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很多重要的对话 尤其是夫妻之间的 都是在床头进行的 这不仅仅是因为 床头是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 更因为在这个环境中 人们更容易敞开心扉 接下来是心灵共振 心灵共振 是指两个人在情感 和思想上的高度契合 这种共振 不仅仅是表面的交流 更是深层次的理解和共鸣 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当你和某个人谈话时 感觉对方完全理解你 甚至不需要多说一句话 对方就能明白你的意思 这就是心灵共振的力量 让我给你们讲一个 有趣的故事 来说明这一点 有一对老夫妻 他们结婚已经50年了 每天晚上 他们都会在床头 进行一段时间的交谈 无论白天发生了什么 他们都会在这个时间段里 分享彼此的感受和想法 有一天 老先生突然问老伴 你知道吗 我一直觉得我们之间有一种特别的默契 好像不需要说什么 你就能明白我的心思 老伴笑了笑 说 那是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床头细语 心灵早已共振在一起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床头细语 不仅仅是夫妻之间的交流方式 更是一种心灵的连接 通过这种方式 人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彼此 建立起更加牢固的情感纽带 在心理学上 这种现象也有科学依据 研究表明 亲密关系中的沟通质量 直接影响到关系的稳定性和幸福感 而床头细语 这种私密而放松的交流方式 正是提升沟通质量的有效途径 所以 同学们 如果你们想要建立和维持一段深厚的关系 不妨试试 每天在床头进行一段时间的细语交流 无论是和伴侣 家人 还是朋友 这种方式 都能帮助你们更好的理解和支持彼此 好了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希望你们能从中获得一些启发 记住 床头细语 心灵共振 这不仅仅是一个浪漫的概念 更是人际关系中的一门艺术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哎 你知道吗 你的拥抱 是我最好的避风港 哈哈 这句话真是充满了温暖和浪漫的情感 你的拥抱 是我最好的避风港这句话 不仅仅是甜言蜜语 更是人类情感深处的一种表达 让我来为你们剖析一下这句话的深意 并分享一个有趣的故事 首先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拥抱确实有着神奇的力量 研究表明 拥抱可以释放一种叫做催产素的激素 这种激素能够减少压力 增加幸福感 可以说 拥抱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接触 更是心灵上的慰藉 再从文学的角度来看 这句话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 把拥抱比作避风港 避风港是传之在风暴中寻找的安全之地 象征着安全 温暖和庇护 把拥抱比作避风港 表达了对方在自己心中的重要地位和安全感 现在 让我分享一个有趣的故事 来进一步说明这句话的魅力 在古代 有一位著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 他的学生们 经常向他请教各种问题 有一天 一个学生问他 老师 什么是最好的避风港 苏格拉底微笑着回答 最好的避风港不是某个地方 而是某个人 学生们 听了都很困惑 苏格拉底接着解释道 当你遇到困难和挫折时 真正的让你感到安全和温暖的 不是某个地方 而是那些关心你 支持你的人 一个真心的拥抱 胜过千言万语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真正的避风港 是那些在我们生命中 给予我们支持和关爱的亲人和朋友 无论风雨多大 有他们在 我们就能找到内心的平静和力量 所以 下次当你听到或说出你的拥抱 是我最好的避风港时 不妨想想 那些在你生命中 给予你温暖和支持的人 感恩他们的存在 毕竟 生活中的风暴再大 有了这些避风港 我们都能安然度过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毕 那我每天都抱着你 让你安心入睡 哈哈 这句话那我每天都抱着你 让你安心入睡 真是甜刀让人牙疼啊 不过 这里面其实蕴含了不少有趣的文化 和心理学知识呢 首先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拥抱是一种非常强大的 非语言交流方式 研究显示 拥抱可以释放一种 叫做催产素的荷尔蒙 这种荷尔蒙 能够减少压力 增强信任感和亲密感 所以 这句话其实是在说 我愿意用我的拥抱 来帮助你减少压力 让你感到安全和被爱 再来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 拥抱在不同文化中 有不同的意义 在西方文化中 拥抱是一种常见的亲密行为 朋友之间 家人之间 甚至是初次见面的人之间 都可能会拥抱 而在一些东方文化中 拥抱则可能更为私密 通常只在非常亲密的关系中出现 所以 这句话在不同文化背景下 可能会有不同的解读 说到这里 我想起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据说在古代中国 有一位皇帝非常喜欢一位妃子 为了让他安心入睡 特地命人制作了一个巨大的抱枕 形状像他自己 这样即使他不在 妃子也能感受到他的存在 这个故事虽然有点夸张 但也从侧面反映了 拥抱和亲密接触在 情感关系中的重要性 所以 这句话不仅仅是甜言蜜语 更是对心理学和文化的一种体现 当然 说这句话的人 也得有点实力 毕竟每天都抱着人睡觉 这体力和耐力也是需要的呀 希望大家在享受甜蜜的同时 也能多多了解背后的科学和文化知识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你的拥抱让我觉得特别安全 哈哈 这句话你的拥抱让我觉得特别安全 真是甜蜜的 让人心都要融化了 让我们来深入探讨一下 这句话背后的意涵 并且分享一些有趣的故事 首先 拥抱是一种非常古老 且普遍的肢体语言 从人类的祖先开始 拥抱就被用来表达亲密 支持和保护 当我们拥抱某人时 身体会释放一种叫做催产素的荷尔蒙 这种荷尔蒙能够减少压力 增强信任感和亲密感 所以 当有人说你的拥抱 让我觉得特别安全时 这不仅仅是一种情感上的表达 还有生理上的基础 说到这里 我想起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据说在古罗马时期 拥抱不仅仅是亲密关系的象征 还有一种非常实际的用途 当时的罗马士兵 在战场上见到彼此时 会用拥抱来确认 对方没有藏匿武器 是有意的象征 更是一种安全检查 想象一下 如果现代社会也这样做 可能我们的拥抱会变得更加频繁 哈哈 再来 拥抱在不同文化中 也有不同的意义 在一些文化中 拥抱是一种非常普遍的问候方式 而在另一些文化中 拥抱则可能被视为过于亲密的行为 例如 在日本 拥抱并不是一种常见的问候方式 更多的是曲功 而在拉丁美洲 拥抱和亲吻脸颊 则是非常普遍的问候方式 最后 让我们来看看 现代心理学 对拥抱的看法 研究显示 拥抱可以有效地减少焦虑和抑郁 增强幸福感 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当我们感到不安或悲伤时 一个温暖的拥抱 能够带来如此大的安慰 总结来说 这句你的拥抱 让我觉得特别安全 不仅仅是一句甜言蜜语 更是有着深厚的生理和心理基础 无论是在古罗马的战场上 还是在现代的日常生活中 拥抱都是一种强大的情感工具 所以 下次当你拥抱某人时 记得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动作 而是一种深刻的情感交流 拥抱吧 让世界变得更加温暖和安全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B 那我就是你的避风港 永远保护你 B 那我就是你的避风港 永远保护你 这句话听起来既浪漫 又充满安全感 让人不禁联想到 那些在风雨中寻找庇护的时刻 让我们从历史 文学和现实生活的角度 来探讨这句话的深意 首先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避风港这个概念并不新鲜 古代的港口城市如希腊的雅典 罗马的奥斯提亚 都是重要的避风港 这些港口不仅是商业和贸易的中心 也是战争时期的庇护所 当时的船只在面对狂风暴雨时 能够找到一个安全的港口停靠 无疑是船员们的救命稻草 这就像是现代人面对生活中的 风风雨雨时 能够找到一个心灵的避风港一样 在文学作品中 避风港的异象也屡见不鲜 沙士比亚的暴风雨中 主角普罗斯比罗 在一个荒岛上创造了一个避风港 保护她的女儿米兰达 免受外界的侵害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避风港不仅仅是一个物理上的庇护所 更是一个心灵上的安慰之地 现实生活中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避风港 这个避风港可以是家人 朋友 甚至是自己的一个爱好或兴趣 就像那句话所说的 那我就是你的避风港 永远保护你 这是一种承诺 一种无条件的支持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有一对老夫妻 结婚50多年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他们总是互相支持 有一天 老先生对老太太说 你知道吗 你就是我的避风港 老太太笑着回答 那你就是我的导航灯 没有你 我怎么找到避风港呢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避风港和导航灯是相辅相成的 避风港提供了庇护 而导航灯则指引了方向 这就像我们在生活中需要的那种 相互支持和理解 总结来说 那我就是你的避风港 永远保护你 这句话不仅仅是一种浪漫的表达 更是一种深刻的承诺和责任 无论是在历史 文学还是现实生活中 避风港都是我们心灵的庇护所 让我们在风雨中 找到一片宁静的天地 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避风港 也能成为别人的导航灯 各位观众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甜言蜜语 心灵按摩 小动作 大情谊 以及床头细语 心灵共振这三个章节 通过这些话题 我们不仅挖掘了甜言蜜语背后的文化和心理学背景 还讨论了生活中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动作 如何传递深厚的情感 最后 我们进入了私密而深刻的床头细语 感受到了心灵共振的力量 今天的探讨 不仅让我们对甜言蜜语有了更深的理解 还让我们明白了生活中的小细节 如何在不知不觉中增强人际关系 无论是你的笑容像阳光 温暖又明亮这样的甜言蜜语 还是帮忙拿包这样的小动作 这些看似简单的行为背后 都蕴藏着深厚的情感和文化底蕴 而床头细语 更是让我们看到了亲密关系中沟通的重要性 说到这里 我不禁想起一句话 幸福源于细节 感动来自心灵 无论是甜言蜜语 还是小动作 亦或是床头细语 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希望大家在生活中多多留意这些细节 用心去感受和表达爱与关怀 今天的课程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和聆听 我是六博士 希望你们能在生活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甜言蜜语 小动作和床头细语 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温暖 如果你们对今天的内容 有任何疑问或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和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期待与你们的进一步交流 谢谢大家 下次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